好 我们来看第三组给你们的建议 就是理性型跟感性型 好 对理性型的人的提示 F人敏感你的说话和评价 特别是对他们的态度 要常对F人加以肯定 欣赏和关心 时常口头赞美他们 或透过卡片 拥抱和特别的礼物 关心他们 对 我们说其实华人的缺点就在这里 我们爱你在心口难开 其实很多时候可能你当面讲会觉得有点尴尬 那么现在就是都是用LINE来传信息 所以鼓励大家 其实我到现在还是保持这个习惯 每天睡觉之前想一想 今天有什么样的人可以夸奖他 可以表达欣赏的 特别是对F的人 对感性型的人 这个是非常重要 有一些理性型的人不大需要人家赞美他 你们有没有人不大需要人家赞美你的 有没有 举手一下 有没有不需要人家赞美你的 真的有 我们教会的那个季宣传道说 他不需要人家赞美他 因为他会自己赞美自己 很厉害 怎么有这样的人呢 但是偏偏他的老公是极端感性 所以两个人 所以要刻意学这个功课 是很重要的 好 这里提到拥抱 我发现很多感性型的人 包括弟兄 他们的爱之语 你们还要学另外一个功课 叫做爱的五种语言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 人际关系相爱的一个功课 很多男生竟然感性的男生 他们的爱之语是肢体的接触 所以你们知道我们学这些的目的 就是你遇到不同的人就换党 所以像我遇到我们教会那些 比较感性的弟兄 我就至少会跟他们握握手啊 甚至拥抱一下啊 因为知道他们的爱之语 是肢体的接触 理性型的人要学习 倾听别人的感受 并让对方知道你了解他们 试着同理他们 感性型的人非常看重 你有没有同理他们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我们上个礼拜讲了一句 非常重要的话就是 倾听就是爱 了解中有一致 这两句话对理性型的人格外重要 有的感性型的人非常需要 理性型的人就是觉得 同理什么对错 怎么解决比较重要 但是你要留意 倾听就是爱 了解中有一致很重要 好 另外我要讲一个 对理性型的人非常重要 理性型的人很多时候 他们比较喜欢逻辑思考 脑袋的东西 好 来 我跟大家讲一个 你们认识这个人吗 贝佐斯 亚马逊的创办人 他曾经是首富 但是现在被马斯克超过了 他有一次在一个大学里面演讲 他就讲一件事情 他说他小时候 因为他的祖母抽烟 老烟枪 所以他有一次就跟他的祖母讲说 我跟你讲 根据研究 你抽一根烟会少5.5分寿命 所以你每一年抽多少根香烟 你就会少多少寿命 他讲得很对 他是用脑袋讲话 结果他的祖母就大哭 结果他的祖父就跟他讲一句话 这句话是很重要 我觉得对理性型的人更重要 来 我们一起读这句话好不好 请 为什么呢 因为聪明是一种天赋 有的人天生就聪明 讲话有条有理 有根有去 他都是根据事实讲话 讲得都对 但是你可能会伤害别人 所以聪明是一种天赋 善良是一种选择 所以我们要选择做什么样的人 善良的人 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 因为今天所谓的社群的时代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非常严重 就是很多人会在网路上攻击别人 他就是觉得我很聪明 我讲得都对 你讲得都对 但是你会伤人 你们知道有很多被网路霸凌死掉的 这个叫杨又寅 就是因为被网路霸凌 得忧郁症最后死掉 韩国偶像很多都自杀 这个人叫雪莉 也是被网路霸凌死掉 当然你会说他们自己不够强大 其实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留意 这个是日本的 也是一样被网路霸凌就自杀 这个人是谁你们知道吗 这个人是谁 有人讲对的 因为很多人都不看电影了 蜘蛛人 对 这个人是演蜘蛛人的 他有一次在网路上呢 他就写说他决定要暂时退出社群平台 为什么 因为他受不了网路上的流言蜚语 很多人讲话太刺激他了 让他身心灵都受创 这个真的是今天蛮大的一个问题 我就讲到我的亲爱的老婆 他有一次也被网路霸凌 因为他有一次在我们那个五福路 我们五谷那个人最多的五福路上面 他骑机车 结果有一部车冲很快 刹车不及就撞了 哇 受伤 你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叫我是五谷人 就有一个开车的人 他有行车记录器 他就拍到这一段 他就把它放到我是五谷人 所以如果你们被撞的人有需要 摔车的人有需要给拿这一段 他就放在那里 那你知道吗 下面就有很多人留言 不是安慰 有的人就说 他根本就是双黄线超双黄线什么 他一定就是开太快了 你们如果去五福路 他当然会超双黄 因为他路很窄 所以这个叫二度伤害 我觉得基督徒也会 因为我现在发现 越来越多基督徒 会在网路上也用这些东西 批评东批评西 因为没办法 这个就是文化 我们在一个这个文化里面 所以这些人就是觉得 自己聪明的不得了 其实圣经也有这样的讲法 圣经说什么 我们一起读一本 请 但知识是叫人至高自大 唯有爱行能造就人 这句话对理性行人非常重要 你的聪明 你的逻辑是别人拼不过你 但是不够善良 上帝要你做一个有爱心的人 还有这句话非常重要 我越来越觉得这句话 对于人际关系非常重要 对理性行人格外的重要 因为理性行人很喜欢讲对错 所以这句话很重要 就是面对冲突的意书 就是讲对错不如讲需要 我不知道MDC现在有没有这个课 讲五花瓣的这个沟通 人的里面有很多东西的 有很多人他有一些的感觉 他有一些的行为 其实他最深层的一个东西 就是叫做他有一些期待 他有一些需要 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冲突的时候 如果一天当然都是讲谁对谁错 有时候真的草没完 我们不如讲需要 我举一个例子你们就比较懂了 比如说假设有一个太太 她煮了一顿晚餐 觉得好久没跟老公聊一聊 所以她就煮了一顿晚餐 等到六点半没回来 七点没回来 八点没回来 九点没回来 九点半还没回来 那菜都凉了 她就很生气 所以等她老公脱的疲惫的身体 回来的时候还在脱鞋子 她就说你今天为什么这么晚回来 公司加班 为什么你这么晚回来 不用跟我讲一声 我忙得没时间讲 那你不还 你知道我煮了一顿晚餐 你知道吗 菜都凉了 我没叫你煮 你没打电话来 你们公司没有 你就会垮掉吗 这样 你们知道他们都在讲对错 但事实上他们的吵架 会不会有一个更深层的是需要呢 你们觉得这个老婆的需要是什么 她的期待是什么 她想跟老公在一起 晚餐在一起 那老公需要的是什么 她这么累了 回到家应该是 你来安慰她 鼓励她 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一直在争吵 你为什么没打电话来 都是在讲对错 你们一定没完没了 因为你里面有一个需要 你根本不容易承认自己错了 所以就很容易强奔 另外一个理性型的 很需要学习的就是 有很多时候 讲道理去说服人 当然有时候不错 但是有时候用心说话 可能比用脑说话更有说服力 所谓的用心说话 就是讲你的需要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教会 那个幸福小组的组长 叫做辅长 你要当辅长 那么你很希望 你的组员来跟你一起做 你要怎么说服他呢 可能你会说 基督徒一定要传福音 你不传福音你怎么交账呢 你将来要面对审判 对这个是用什么说话 用脑 这个让杨希鲁牧师讲就好了 我们不要讲这个 你知道他听得不舒服 那如果你讲什么 他可能会 比较愿意跟你一起做呢 我很需要你们 跟我一起做 我一个人是做不来的 我很需要你们听我 你的主人就说 我们听你 有没有 坦白讲应该两个都要有 但是呢 我觉得理性型的人 就是只喜欢用脑说话 很多时候我们要用心说话 理性型的人 的确比较容易讲对错 所以就会变成比较律法主义 当然了 不是只有理性型的人 容易律法主义 我们都很容易律法主义 那其实基督教的精髓 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恩典 比律法更有力量 这个是基督教的精髓 你知道所有的宗教都讲 论功行赏 你做好事就上天堂 做坏事就下地狱 但是基督教讲 靠恩典得救 原因在哪里 因为上帝希望用恩典改变你 他在你还没有认识他 甚至还在抵挡他 他就为你死 他不是冤大头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他想要用 他的恩典来改变你 他想要用他的爱来改变你 我觉得这个是基督教的精髓 但是今天很不幸 很多的基督徒 仍然是想要用律法来改变的 你知道所有的宗教 都是靠律法来改变的吗 最明显的就是穆斯林 你们知道沙烏地阿拉伯 所有的都用法律来规定 你们知道沙烏地阿拉伯 在2016年之前 女生不可以开车 你们知道吗 后来这个法律改了 为什么 因为他怕女生会开车 就会爬爬走 爬爬走就很容易外遇 所以他干脆禁止女生开车 穆斯林就是这种做法 但是这个绝对是很瑕疵的 他不会真正的改变 所以恩典比律法更有力量 所以如果你都用对错去要求别人 那人就会活在 你知道人如果活在惧怕当中 他不会成长的 他会更笨 我常常举个例子 我太太是做家事一流的 很厉害 我从小都不做家事 所以我做家事很笨 所以我常常 以前常常活在恐惧当中 就是很怕被他骂笨 我跟你讲 越怕就越笨 那个孩子小时候 他说 天佑 把幻轩的外套拿来 其实我平常都知道放哪里 你知道吗 但是因为怕找不到 越怕就脑袋空白 眼睛昏花 什么都没找到 然后就去临死了 乔林 外套在哪里 我就知道你会连个外套就找不到 所以你看恶性循环了 就越怕就越笨 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让人是怕你 特别是做父母的 所以有一个句话说 好来 这个是黄威仁 他讲的这段话很好 人是具有无限潜能的人 只有当一个人感受到爱的时候 他才会努力超越自己 去做发自内心的 有持久性的改变 对 其实人要改变 你可以用律法改变他 但是那个是外在的 而且是短暂的 只有爱能够让他是 从内心来改变 而且是持久的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你希望你的孩子的改变 是哪一种改变 所以我们才会说 圣经讲的爱是很久的耐 而且又有恩词 就是给他恩典 他反而会更愿意改变 对感性的人提示 好 感性的人因为太在乎关系 太怕别人不高兴 所以他们会比较害怕冲突 理性型的人基本上比较不怕冲突 那感性的人比较害怕冲突 感性型的人要建立 冲突是有益处的价值观 标杆人生里面有一句话说 冲突是亲密关系的必经坑道 这是一定的 夫妻不可能没有冲突 有一句话说 最让人羡慕的爱情 不是一辈子不吵架 而是吵架了还能够在一起一辈子 这个才是真正的 让人羡慕的爱情 所以你要建立亲密 就一定会冲突 你的舌头最常被伤害到的是什么 是你的什么 牙齿 里面有没有人 你的舌头被脚拇指伤过 大概就是你有什么怪癖 所以你知道我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 第一课会先问他们 你为什么喜欢对方 这个很重要 第二课就问 你们两个有没有冲突 有没有吵架 有的人就会说 感谢上帝 牧师我们一年半相处 都没有吵过架 我说这样 那下个月的功课就是吵一架架 你怎么会鼓励我们吵架 我说你们没有吵架 代表你们关系还在伪装 因为你要追到他 所以只好冷气吞声 你们知道为什么越亲近 就越敢吵架 很简单 因为你比较有安全感 而且你更在乎他 我通常是对 越跟我无关的人 不会跟他吵架 我太太刚好跟我相反 他很喜欢跟那个 不认识的人冲突 我怕万一他拿刀出来 我就觉得 反正我那个什么 售票员对我不礼貌 我就不管他 因为我下次不会再遇到他 所以你越在乎的人 他的一举一动 一个眼神 你都会很在乎他 所以有很多婚前辅导人 刚好相反 就是问他们 你们有没有冲突 他就会愁眉苦脸 牧师我们两个人 会不会不是上帝配合 因为我们两个 越相爱越冲突 我说当然啊 你会越看到他很多缺点 而且你就越在乎 就会越冲突 重点不在于 不会吵架一辈子 而是吵架了 还能够一路走到底 爱到底 这个很重要 冲突是亲密关系的 必清坑道 还有一句话很重要 就是牺牲短期的平静 可以让我们得到 长期的平静 你越不去面对你们的冲突 你就会越拖延战场 把那个战场拉长 所以你知道我在做婚姻辅导 遇到最难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有很多疏愿 你知道我遇到夫妻可以说 我对你有一个不满 十三年前 十三年前啊 厉害了 十三年前 而且那个尤其是女生很厉害 他可以说有一个晚上 我还记得是什么时候 然后我讲什么话 你又讲什么话 我讲什么话 你又讲什么话 我讲什么话 然后问那个男生 有没有 完全不记得 你怎么可能会不记得 你看惨了 死无对症 我还遇过的人 结婚三十年 还在吵 结婚当天的事情 表示他们根本不会处理冲突 所以处理冲突 是婚姻很重要的一个 那华尼科牧师来讲一句话 我觉得很重要 叫什么来 我们读一下 把榔头收起来 不是把问题收起来 今天呢 有三种情况 有的人是怕迫害关系 所以把榔头收起来 然后也把问题收起来 那有的人呢 把问题拿出来 榔头也拿出来 所以当然就迫害关系了 所以这个是最好 你们知道什么叫榔头吗 铁锤 把铁锤收起来 但是问题要拿出来 这个才是健康的 潘霍华这个人是很有名的 一个殉道者 被那个希特勒猝死的 他有一本书很有名 叫团契生活 非常好 来 念轩帮我读一下 对群体生活越早失望越好 任何有关群体生活的梦想 越早打破越好 在群体生活中 一定会有各式各样的冲突纠纷 然而正是在这些人际关系 将历中我们学习仰望主 包括教会团体 你也不要太有梦想 有的人以为教会是天堂 人跟人一定会有很多的冲突 你看我们今天这两次 讲了一大堆 人跟人之间太多差异性了 所以重点在你不要放弃关系 要学 有很多人一个丈夫换过一个丈夫 有的人一个工作换过一个工作 都是人际关系的问题 有的人一个教会换过一个教会 可能就是你期待太高 以为这个教会没问题 一定有问题吗 亲密就会有问题 好 来 继续 主耶稣赐给我们的恩典 就是让我们在真实 而且是充满人性软弱的群体生活中 经历祂的同在 和领受祂所赐的能力 学习真实的去爱 对职 饶恕 接纳 不放弃 并在当中成长 能够经历这种肢体相交的生活 本身就是恩典 把它当成是一个很好的功课 而且你去适当地表达意见 其实是帮助对方成长 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 当面的责备胜过背地的爱情 华里克牧师是说 他说愿意去指出你生命中问题的人 才是真正爱你的人 真的是这样 我刚刚讲的那个 售票员对我态度很不好 其实他当然要改变 但是我不会去跟他讲 因为我并不在意他 所以你越在意的人 你当然就要帮助他 其实我每次什么打领带出来 每一个人都说我领带很漂亮 只有谁会嫌我的领带不漂亮 就是我太太 我太太就说 天佑你已经这么老了 不适合别的那个领带 我说哪里大家都说很漂亮 人家是骗你的 只有你老婆会跟你讲实话 所以有的男人就是很笨 你知道吗 觉得外面的女人都对我多温柔 当然 有人说女人在家里是瓶装本 在外面是金装本 所以你就被骗了 因为你看到外面的女人 都是什么本 金装本 都打扮得很漂亮 家里就是黄脸婆 所以你就觉得 我把手拖汤 怎么去搓这个 你把另外一个 娶回家照样继续炒 你看我们华人讲的多好 我们讲说三种朋友最好 第一个是什么 有直 不是量 先直 有直 就是那个会直接 对你讲真话的人 才是真的爱你 有量 但是他当然要愿意原谅你 他对你讲真话不原谅你 那这种朋友很糟糕 最后才是有多稳 我觉得很重要一个功课 你今天要去讲一个人的时候 先问自己动机 你的动机 如果是要去发泄你的不满 那一定就是狼头会拿出来 但是如果你的目的是希望他成长 你真的应该去跟他讲 你知道我们那个长辈 无用长老 他那个尴尬两个次 他一直念烂戒 都没有人去跟他讲 其实那两个字可以念尖戒 但是他念成烂戒 都没有人跟他讲 只有那个新来的人会跟他讲 无长老 你那个烂戒是什么东西 你连烂戒都不知道 他就写出来 他说无长老 这两个字念尴尬 相当尴尬 他已经讲烂戒 讲了一辈子了 没有人 所以我觉得这些人是害死他 对不对 T人不接受你的意见 不代表不接受你 不要太快认为对方不喜欢你 或视为人身攻击 看事应更为客观 F的人常会把人和事混在一起 F的人最容易把事跟人混在一起 所以你会发现理性型的人 他们有很多时候 我对事不对人 但是其实这个当然 对感性的人来讲很难 他就是会觉得你在批评他 相信理性型的人 为了帮助你做决定 所提的建议和忠告 并且相信他们 没有对于你负面评论的意图 好来 分享一个感性型的人的学习 有一次我前一天 加班到11点做了报告 我自认那是个95分的报告 但是报告完后 我只听到工程师 不停质问我各种问题 为什么会错那5分 那5分怎么样可以更好 下次如何避免错那5分 或是在某次报告后 当众直问我 为什么要报告这么久 不能让他赶快去做事 这些建议和忠告 平心而论都说得很中肯 也对我很有帮助 但不知为何 我听完就是觉得很难过 觉得很受伤 经过牧师分享才明白 原来是因为我感性的特质 常常会误以为对方 觉得我事情做得不够好 就是不喜欢我这个人 感性型的人 要学习理性沟通 澄清事实 许多时候的感觉不一定是事实 感性的人容易困在情感的受伤中 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讲 理性型的人一定要先让他的感觉 我们常常讲说 不要先谈事情要先谈感情 就是先针对他的感情 不要只是一直谈事情 这个对感性型的人格外的重要 一样给大家5分钟的时间分享一下 感谢您的感觉 是什么情形状法 会儿感恩 有些人 误会儿感恩